过去10年,音乐产业逐渐萧条 但近几年热度再次回升 法国媒体巨头威望迪正把握住这个机会 从当前的音乐订阅的热度中开启他的套现之路 威望迪手中的环球音乐唱片集团的股份 在两年前被腾讯收购20%后 已敲定在被收购10% 美国亿万富豪对冲基金民宿阿科曼旗下的一家特殊墓地收购公司 SPAC20日确认入股环球音乐 该公司同意支付约40亿美元 从法国媒体巨头威望迪手中买下环球音乐集团10%的股份 按今次交易环球音乐估值350亿欧元推算 腾讯持有的两成股权 约值70亿欧元 潘兴广场通天公司表示 这笔交易预定在未来数周完成 最迟于9月15日前完成 环球音乐在荷兰镇交所挂牌后 该公司持有的环球音乐股份将分派与全部股东 虽然一般SPAC是与收购对象合并 但今次PS还余下约15亿美元 还有阿科曼旗下基金等承诺提供多14亿美元资金 PS表明会继续寻找新业务并购 威望迪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腾讯为首的财团收购20%股权后 大型美国投资者的到来 进一步证明环球音乐在全球的成功和吸引力 这笔交易也将让环球音乐在美国 欧洲和亚洲都占据投资基础 环球音乐旗下的艺人不计其数 旗下诸多著名音乐厂牌和乐坛巨星 如帕瓦罗蒂、Lady Gaga、泰勒、斯威夫特、贾斯坯、彼博等世界级流行巨星 同时拥有谭永林、刀狼、张学友、张慧妹、林一连、陈一迅等知名华语歌手 有专家认为 此次交易也会让旗下一人的专辑价格随之水涨船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